上午的内容 我已经把这些 就是上午做好的内容 放在成品里面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https冒号 斜线斜线 go.gl 斜线 YTZ 大写的R X 大写的T 然后在这边 早上我做的 放在这个大数据分析成品这里 成品观摩 然后我们就可以发现 这里面多了一个 今天2018年 1120-01 这是上午算完的结果 那下午 我还会用到 范例 我会用到两张 截然不同的资料表 一个是 登革热 登革热从1998年开始 然后我刻意去选下载 可是到时候我要换资料 换成最新 最新的即时资料 而且是来自于web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是 内政部 人口统计 行政院 内政部的人口统计 然后这个人口数 人口数跟登革热 彼此之间我要结合 我才能算这个登革热的发生率 发生率知道怎么算吗 一样国小五年级的数学 就是这个地区 例如说台北市信义区 然后发生登革热有几起 那个个案数 被什么来除 被信义区的人口数来除 可以吗 好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发生率的一个计算 千万不要只看那个发生的数目 举例来说好了 那个台北市结婚的对数 绝对高于花莲市 对不对 因为两边的人口数不同 所以我们不能看那个结婚数 我们应该看什么 结婚这件事的发生率 可以 那通常会用每十万人口数 这件事情的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这样子来去做比较会比较公平 好 那我们来去告诉你范例在什么地方 你只要点它 例如说登革热下载下来 还有台湾各区人口数 点一下这个下载 是不是就可以下载这两个资料了 下载好的资料 这两个资料下载好之后 它会放在什么地方 等一下 因为这个资料有点大 1998年到现在 2018刚好20年的开放资料 好 然后 这边有看到台湾各区人口数跟什么 对不起 下载 下载里面 是不是有台湾各区人口数 还有登革热1998年起 每日确定病例统计 可以吗 好 就请你们先去下载这两个范例 请你们先下载这两个范例 然后我们要继续讲这个power bn 剩下那三个很重要的函数 请问一下 假如说今天 我之前我们曾经有做过一个分析 连续性分析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看出来 就是以月份别来做分析 发现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七月很低 销售额很低 那我们因为很低 所以我们会不会想要知道说 这边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既然我想要知道这边发生什么事 至少 至少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如果请你来做分析 你会怎么分析 如果请你来做分析这一段的话 你会怎么分析 还是两手一摊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会这样来去思考 因为这边是不是比较低 这边销售额 就是各年 2013年1月加2014年1月加2015年1月加2016年1月 加起来得到的结果 好像只有0.81跟什么5月 4年加起来的5月 销售额来说 刚好差了一倍 但既然差了一倍 所以我就会想要去先看一看说 那这一个月 这个月份 这个月份跟这个月份 它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请问一下 那你可以比什么东西 我们这边可以比什么 请问我可不可以比比看说 各城市 各城市 12345跟什么 12347月跟什么 5 6 8 9 10 11 12 各城市的销售是不是有差别 反正我要比差别 所以我可能会先想 会先想说 那请问你 1月份 1月份的销售次数 就是订单的比数 有没有影响 就是我们来看看 你觉得在这边 如果我们分析出来的结果 如果是订单比数的减少 那我们就想办法增加订单 对不对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的差异 我们一定要分析出来 可是既然它比较低 那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是 什么会有差别 会不会是订单少 客户数少 这样子一个逻辑的思考 还是你们不太 如果说 今天你是在家公司的老板 你就会听得懂我在说什么了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想要知道 到底是订单少 还是客户少 客户少的话 我就去想办法开发新的客户 这是业务的工作 对不对 要是订单少 也是客户的事情 那如果是某一个 某一个产品 就是这五个月 几乎都卖不好 对不对 有可能吧 OK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去思考一下 甚至还有可能哦 这卖不好是因为什么 利润 它是负的 集中在这五个月 那我们是不是都要来去调查出来 我想 我想如果我是老板 我一定会要求你 你去算出来 这五个月到底是什么问题 有听得懂我的题目吗 好了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把这张图就直接丢给你 好你看嘛 12347月 它的销售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是不是要交给你去研究分析 好 所以我先就什么 我先就 次数 假设我先就 销售的 订单的次数 来做分析 有听懂吗 你可以分析很多次哦 不是只有分析这一件事哦 好 请问一下哦 我这边 各月的订单数 各月的订单数 怎么算 请问一下 我这边各月的订单数 我是不是可以 把这个 用这种 用这种详细资料的方式 各月 既然是各月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依照订单日期 所以我第一个先放订单日期 然后这边它就会有订单日期 年 季 月 日 呈现在这边 那如果我今天我不要日 我就把这个日 关掉 稍微把这个显示比例稍微放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值 的文字的文字设大一点 方便大家来去做观看 好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2013年第一季 1月 我想要知道它的次数 请问你 这个次数的话 是不是就按照订单的次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 用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做计算 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因为请问你 我是不是要在这张资料里面去增加 每一个日期都要增加 不是 我是在这里面增加 好 新增量值 所以这边显示什么 我叫做订单的一个比数好了 就是我有几笔订单 就是1月我有几笔 2月我有几笔 好 订单比数 所以这边是不是用COUMP 然后接下来我要选什么 我是不是要选订单日期 其实我选订单日期 我选国家 我选地区 其实通通一模一样的结果 因为它就是计算次数 所以这边我是不是选订单日期 又刮壶 Enter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订单比数打勾 我们这边是不是算出来 2013年 2013年季度1 1月 然后它是什么 它是126笔 或者是可以这样看吗 这个资料 我们也拿掉好了 2013年1月126笔 2013年2月80笔 2013年3月79笔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吧 这个是以色列就应该学会的 这就是COUMP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这就是COUMP 2013年3月1月1日的 2013年3月1日的 2013年3月1日的 2014年4月11日的 2014年3月1日的 2014年4月1日的 2014年4月1日的